大家好,我是YYBREAK的Jerry 今天给大家带来 系列乐高创意指南书中的第二本交通工具 封面就是坐着沃轮搭建的轮轮火车站的一个角落 可以看到已经使用了相当多的乐高砖 所以整个超过我感觉是超过18万克 乐高零件一点都不会过 我们下一次还会说到城市和那个世界奇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同样在分面会有一个分皮表 反面会有坐着的一个简介 然后不同于上一本电影指南中的书 当然了它的交通工具会按照路上交通工具 轨道的水上和空中进行分类 但是在整篇前面会加一些乐高的相关的知识 基础知识啊 包括虚拟搭建 包括马赛克相线技术 分类储藏 在线资源等等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些书 第一页基本上是简介 说到书是怎么分类的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惊人的事实 也就是乐高公司生产的轮子 是这个地球上数量最多的 远超过为真实轮胎生产的像米其林 这类公司生产的数量 无论是每年的数量还是总数量 好后面那页呢讲到砖块的命名 所以在命名砖块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会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像这块我们称之为二乘四的轮块 或者是四乘二的 它一共有八个图点 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乘一的轮块 我们后面不再乘几 不说不再说它的高度 通常忽略那个高度以后 我们叫称之为这个高度是一个标准高度 图点是一个图点 那么我们叫一乘一的轮块 但是像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英文的话是二乘四乘三分之一 为什么是三分之一呢 它的高度是整个标准砖块的三分之一高 所以我们中文会称它为保板零件 而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光板零件 而这个呢我们称之为一乘四的斜面砖零件 当然这个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零件 就相用于Snoter的技巧的 侧面会有一个图点 还有一个就是两个相对面都会有一个图点 还有就是全四面 全部都有一个各有一个图点 砖的侧面也会有一些变化 虽然是光滑的 它会有一些是弧度的 大部分用于城堡 还有隔山的也会用于城堡 或者一些特殊的建筑技巧上面 然后你看到啊 这里会有一又三分之一 其实它的高度 这是在说它的高度 所以呢这是一个斜面砖 鞋面砖还有这是弧形砖 这是拱形砖 对大家用的时候或者说的时候不要搞错了 国外有专门 乐高的专卖店中会有砖墙 你可以拿着小中大的杯子去装满 而那个杯子的价格是固定的 也就是你可以随便装 但是那个杯子价格是固定的 只要你装满那个杯子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国内的会可以上淘宝去买 或者是跨国BrickLink BrickLink简单说一句就是它像淘宝一样 但是只有一种商品就是乐高 乐高的零件乐高的套装 无论新的二手的都会有 大家眼睛擦亮了不要 嗯 有也有龙蛇混杂的地方 看看好就好 嗯 然后电脑中的搭建虚拟搭建两大阵营 一个是LDD 乐高官方的一个第三方的L-Draw L-Draw是用MLCAD来制作的 嗯 它最大好处就是能够生成搭建说明书 LDD生成的搭建说明书是一个随意性 非常强的东西 基本不能用 LDD做的时候你可以做一步插一步 当然你之前要想好我是打算怎么搭 通常我会做的是先把模型做出来 然后再做一个LDD的或者L9的模型 把搭建说明插在里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小练习 我们先略过 它讲的很仔细 后面的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 首先它会把零件表列出来 每个东西会用到几个 然后呢 它会一步一步的放上去 和乐高的官方的说明书不同的是 它不会把这个零件放在这个角落里面用到几个 但是呢 好处是它整个模型不会很大 所以一目了然 看自己开拓一下思维可以有更多样的打法 甚至把拆建器打上去也可以 这是论胎的历史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它是最大的人推生产公司 那高中的科学 无非就是 它的用的材料是怎么样 它的结合力是怎么样 还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科学 乐高活动 我们会举办乐高展览 就像LUG 就是乐高玩家联盟 我们刚刚在11月7号8号 结束的乐乐正的LUG 在上海完成了 也就 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专辑中找到 我的Event 那个专门活动的视频里面有 全世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乐高展会 然后讲到的是马赛克相拼签技术 因为一个个图点带来就是你可以组成一个 在平面上组成一些图形 然后你可以按照一定的像素化的这个标准去做 然后讲到乐高人仔 前面那本书中已经说到了第三方的定制人仔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量 当然乐高自己还有各种丑丑论啊 各种人仔 讲到定格动画 定格动画的话 拍起来还是很花时间的 就像黏土动画呗 以前看的阿凡提就是这个定格动画的一种 然后讲到储存 这种是 稍微小一点 然后这个会稍微大一点 嗯 嗯 当你储存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按颜色来分 有些人喜欢按种类来分 更加细一点就是按颜色和种类再分 所以整个怎么样分类和怎么样储存 嗯 一句话就是占用空间 所以你买的越多占用的空间也就越大 在线资源 包括Messageboard是基本没有太大 太多的人用 因为它里面非常 呃 它整个网站设计的不是那么新 rebrickable 会有很多人在用 就是说我反向搭出来的东西 我放在上面有说明书 有零件表 和bricklink的链接 你可以直接去买这些零件 然后酷手 酷手已经被idea 呃代替了 也就是酷手是idea的前身 是乐高官方辟出来的 专门为全世界的人 乐高米准备的 当官方套装没有这些 而你搭出一个 套装获得 搭出一个模型 获得了在这上面获得一万票的支持 那么乐高就进行审核 如果没有版权或者其他上面的问题 或者克服了那些问题之后 它就会将它转成一个官方发售的套装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 非常有意思 就像最近的那个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乐高米的网站 非常老的一个网站 然后有 好我们来每一张解释一下 挑一个模型来解释一下 它是怎么样制作的 路上工具我们就挑这个 首先在这个模型它会有一张图 告诉你这个模型是怎么样 接着呢它图的边上 它会说出这个模型的相关的历史 比如说这是一个洛杉矶的手动操控的电车 其实也不是电车 它是一种轨道 油轨车 有轨电车 那么 是洛杉矶的一道风景线 那你用乐高怎么做 然后它的背景情况是怎么样的 它在洛杉矶是怎么样运行的 第二张它会变 下面会有搭建这个东西所需要的零件表 然后呢它会把这个 当然你不一定找到这些零件 它没有帮你把这一部的零件熊找出来 但是呢它会有一些放大图 教你怎么样组合 要凑着稍微近一点才能看清楚 然后先做底盘再做上面 其中用到的一些搭建技巧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就像这样 当中有铰链的话连起来做前门 中规中矩带来的好处它就是比较牢靠 不会闪掉 很多你看似很牛 看上去很好看的那个作品 大部分都是有点松散 我是指个人创作的 不是指那个官方的 官方是绝对是让你非常紧 非常牢靠的那种连接方式 然后罗马战车 我们在电影世界中已经介绍过了 联合收割机也是这本书里面 一个比较重大的 比较大的模型 后面会讲到 嗯 翻一下 收割机 在这里 这里牵涉到很很多科技的零件 就像轴 然后 孔砖 还有一些孔梁 还有一些科技的轮子 所以这个模型做出来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模型 每一部基本上都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双程巴士也是同样的 在这里会有一个背景说明 这部巴士搭出来非常漂亮 很好看 设计者也是花了一定的心思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轨道交通会不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轨道交通就是从那个蒸汽机车开始 嗯 第一辆出现的是 最简单的 我们一直看到的所谓轨道交通就是过山车 加上软管以后 你就可以把过山车放在上面 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做一个小场景 嗯 这个看上去不错 然后讲到地铁 这辆车是当时一个非常有 呃 非常先进的辆车 火箭号机车 增加了呃 非常当时的那些 比较先进的科 呃科技 那种设计 复合锅炉燃烧管 也没有听说过 所以尽量他用那个东西模拟 乐高模拟出来 这个效果 然后有一些像客运列车 火车 但是呢 家里地方小的渗入 火车是一个绝大的可能 因为需要很大的地方 才能摆出来 然后呢 是水上交通工具 叫你打辆大船 然后AJ做出来的那个托船 非常有名 以及气垫船 游艇 游艇之类的 然后空中的交通工具 我们是从 整个从降落伞开始 然后讲到飞艇和气球 滑翔机 然后一直往上 冲出这个地球 冲出这个地球 讲到航天飞机 再讲到的就是航天器 灯月舱 和未来的 太空一号 等等的 整本书呢 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 最后是对搭建设 有一个时光机 时光机 你当然有更多的零件 你可以做得更漂亮 细节更丰富 在索引这边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车在什么地方 船在什么地方 以及一些知识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谢谢大家 如何帮忙制作这本书 最后呢 有一张非常大的 海报 海报其实就是当中的 那两张图的全景 可以让你完全的看一下 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最后总结一下 这本书呢 如果你是一个乐高爱好者 我建议你也要收一下 为什么呢 它里面呢 用到的一些搭建技巧 怎么样做出一辆车 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基本上都是由下往上来搭建 用到一些火车的时候 有可能还有一些侧面的连接 也是需要学习一下 另外如果家中有小孩的 那最好 那最好 其实如果你没有说交通工具的 之类的书 之类的书的话 你也可以收一下 因为你可以用乐高 跟他讲这是什么车 然后用尽量用砖块把它拼出来 然后你告诉他 非常实体化的 你拿在手里 这是什么车 那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飞机 那是什么火车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小孩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 特别像这种过山车 如果搭车的话 当然不排除有熊孩子 会把它破坏掉 不过只要看好就行了 好 谢谢大家观赏 这里是YY Brick的Jerry 打开